第三律法对不信的人 如何起到公用呢 就像没读书一样的问的问题 律法对不信的人 这是第一公用 教导了神的义的同时 因为没有办法遵行 所以定罪 总是在责备他 也是第二公用 勒住他们的脚缓 不让他们因为惧怕报应 惧怕刑法 虽然对上帝不太清楚 但是他们心中对那种公义的惧怕 审判责罚的惧怕 以至于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 以至于照着自己心里 所有的恶念进行作恶 对不对 所以他是既有这种 不断的定他们罪 又有勒住他们的恶的 这样的功用 叫他们无可推卫 打得灯于自己身体的